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火车站南站后车亭终于正式启用了 飞机机舱的造型让人耳目一新 看到这个像飞机机舱造型的公车后车亭 让许多民众觉得耳目一新很有创意 特色体还可以吗 有漂亮 做的有个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对 有个说非常感觉 看起来就是好像在那个鸡汤里面 有比原来的好看吗 好看多了 很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一茶 出国啦 要有星空 就很有那种就是准备要出国的那种氛围感觉 然后也有它的背景也有把那个星宇的异象弄起来 我觉得整个感觉很棒 这个已经勾起我过去 在当机长的时候在飞飞机的时候那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夜间航班的感觉 对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好游星空的感觉 哈哈哈 这是第五个 第五个了 我马上还有第六个要出现 第六跟第七个 大家请问一下这个航空公司跟我们比较没有相关性 为什么可以争取成功 因为星宇航空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所以他一听说基隆要做这样的后车艇 他愿意参与跟我们一起共融共好 我也很感动 因为这后车艇其实花了要七百五十万 我们都知道在台北市议会的话 要过在基隆市议会 应该有点难 都很困难 那企业用他私人的力量来协助基隆 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们从去年十月份 看警到现在最后完工 这个是最辛苦的一个 最辛苦的一个 施工也花了两个多月 甚至当时延后了两个礼拜是因为要接管 他晚上都会有灯光内 像那个飞机舱的感觉 怕危险 因为那段时间都有暴雨 怕工人危险 所以延后了两个礼拜 造成一般等车的居民不方便 我们也表示钱 像他那个窗户是不是也都特别 特别定做是八十几岁老师傅 手工 当然我会放片子给大家看 在工厂里面做快两个月 慢慢磨出来的 这个公司协力的基隆火车站 南站后车亭启用典礼上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中山区和仁爱区多位议员 星宇航空公车站设计师李凯利 以及台北市议员张志豪跟林真宇 都一同出席启用典礼 这个星宇航空公司协力后车亭 终于要开幕了 那我也想跟我们邱佩玲副市长说一声辛苦了 请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这个后车亭真的花了大家的很多的心思跟努力来完成 然后到谢国良市长时代 我们现在跟公司企业的共同来共好 就是让我们这个星宇航空 有这个机会来认养我们这个后车亭 让公司来合作 让企业的资源可以挹注创意 放心在我们基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公共建设 我们应该特别把邱佩玲副市长掌声一下好不好 给他一个掌声 星宇航空任养我们基隆南站 这个就是公车亭的一个整个打造 那也让我们整个基隆市 整个就是整个城市的品牌提升 那我想一个老旧城市 真的是需要我们一些品牌性的一些企业 来一起共同打造 这个后车亭都让我回想到 我过去担任机长的时候 那种感觉 他的设计其实就非常现代感 那么也可以跟很多民众那种很温馨的感觉 尤其是刚刚这个副市长有讲到 这个如果要单靠我们这个官方或政府来做 其实都不可能 那怎么样可以跟产业界做一个结合 然后也可以造福市民 等于说是三营的一个这个境界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简单 也是我们应该一起做的事情 看到刚刚佩玲姐跟我们介绍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公司协力 我觉得现在是各地方政府都非常需要的地方 刚刚有特别讲到星宇航空 他就是自己就是支付了750万 我觉得这在台北市其实希望有机会 因为今天透过我们的那个北北基的平台 然后我们希望 是不是佩玲姐也可以帮我们引荐一下 让台北市也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推动一下北北基的观光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借近的一个方向 星宇航空的一个这样子的后车亭要来开幕 那我就想邀请我们的张志豪机长 跟我们的甄宇议员 因为他们也都跟他们都有家人在基隆 所以我们就邀请他们过来一起来参观一下 那彼此之间可以做很多市政交流 基隆跟台北是非常紧密相连的 所以我们过一阵子也会邀请万安市长来基隆 跟我们做更多的市政交流 将后车亭大改造 市长谢国良对于这次星宇航空的投入和用心表达感谢 另外市长也强调公车亭的公司协力合作 不仅是城市美学 更是提升基隆市公共运输服务品质的具体作为 未来也会陆续进行更多的都市更新跟美化市容 让基隆越来越美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最近来看基隆市仁爱市场的冷气设备 已经超过35年没有更新修缮 二楼用餐环境经常高达35度以上 立委林佩祥邀请市长谢国良 和经济部次长连锦璋等人到仁爱市场现场会刊 经济部同意今年度先补助1500万元的经费 而不足的2500万元 将游市政府编列在114年度的预算里面 立委林佩祥和市长谢国良 在仁爱博爱市场里面了解老旧冷气空调的问题 更特地邀请经济部次长连锦璋 以及商业发展署和能源署等多位技术专家 一起到现场会刊 最后在立委林佩祥协调下 经济部同意今年度先补助大约1500万元 给仁爱市场作为冷气空调的改善经费 主要是因为这边二楼的冷气 已经超过35楼没有换 那我们见请经济部我们的主管机关 来这边实地敞勘之后 然后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来尽快在今年能够是 适者来去把整个冷气 仁爱市场二楼冷气做全面的态换 主要是因为说这边冷气 我们这边摊商超过200摊摊商 那每年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周末都有很多的旅客 很多的游客来这边用餐 这边观光 所以佩祥这边也在那边肯定 我们经济部的努力 愿意到现场来这么热的地方 我现在在讲话的地方 现在体感温度应该已经超过34度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经济部能够预成这个案子 能够让它尽快进行 让我们在二楼的摊商 能够 不管是摊商 还是我们的食客 我们的旅客 都能够尽快享受到 比较好的服务品质 由于仁爱市场的冷气设备 已经超过35年没有更新修缮 进入夏天以后 市场内部二楼用餐环境的温度 经常高达35度以上 因此先前立委林佩祥和市长谢国良 就曾经协同仁爱博爱市场管委会主委王洪四 向经济部争取补助经费 今天则是再度邀请经济部市长 连锦璋等人到仁爱市场现场了解 由于改善市场冷气空调的总经费 预估至少需要4000万元 因此不足的2500万元左右的经费 市长谢国良也回应 由市政府编列在114年度预算里面 为了我们仁爱市场的冷气 这也是成绩已久的问题 那今天也谢谢佩祥委员帮我们尽最大努力 争取到中央补助的经费 那剩下来的部分我们市政府 会在114年度的年度预算把它编列完毕 那我们再次感谢佩祥委员帮仁爱市场 跟经济部来争取冷气修缮 跟这个相关补助的费用 那剩下的部分市政府会来负责 仁爱博外市场管委会主委王洪四 则是再三感谢立委林佩祥和市长谢国良 一直以来的帮忙 也感谢经济部的协助 更强调欢迎其他政治人物 一起来关心仁爱市场的改善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对外发表关于市场内的不实消息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 谢市长跟我们林立委 林北长立委 帮我们仁爱市场 申请这个冷气设备 这样那今天也很高兴 我们那个经济部市长 也来帮忙我们协调这样 那原由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摊商 我们都不涉入任何问题 我们也很欢迎说 所有金融市的政治人物 你可以多多来关心仁爱市场 没关系 但是不事实的东西 请来问我主委 不要随便乱放话 我能讲的是这样 那还是感谢我们谢立委 我们谢市长跟林立委 谢谢大家 所以市长跟立委在之前 就一直有带您到这个 佩宁到经济部那边做协调 因为我们从市长上任到现在 我们很多接触都在讲这个冷气问题 因为这个冷气问题 市政府他本身也没有跟我们讲说 说怎么问题 也没有讲说不经济会 这个问题都没有存在 你知道 但我在这里要替他们澄清 你知道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来帮忙我们 我们都很高兴 你知道都很高兴 那如果说有一些不了解的政治人物 他不了解他可以亲自打电话来问我 我能够解释就是这样 接近中午用餐时间 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涌进二楼吃美食小吃 而许多民众和摊商看到市长谢国良来关心 加油和支持声不断 市长谢国良也开心的和大家打招呼 感谢支持和爱护 为了要培养青少年优秀品格并提升诚信观念 基隆市政府举办第一届数期诚信研习营 邀请高中及大专院校的青年参加研习活动 透过两天的寓教娱乐课程 让学生借此了解清廉诚信的重要性 第一届数期诚信研习营在海科馆任劳展开 参与舞蹈社带来舞蹈表演 为活动暖场 三二一 哇这画面太美好了 基隆市长谢国良 法务部联政署副署长沈凤良 基隆地检署检察长李嘉明等贵宾出席 与台下高中大专院校青年学子 分享青年诚信的重要性 我们跟政风处跟法务部联政署 一直都很鼓励跟推动联政教育这个概念 就是其实从小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框架跟基础 跟一些行为准则的模式 让大家从小就知道 什么事情是该做而不该做 我想会对这个大家都成年以后 在这个世界遵守一定的规范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是我觉得联政教育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学习参与 地检署检察长李嘉明 向学子分享政府全力打诈 呼吁青年学子不要误入歧途 也预防遭到诈骗 其实政府在打诈部分呢 是非常的认真在做 那可能各界都不知道 我们在打诈最近的打诈专案 我们的成果也非常的封锁 不管是在查获这个人数上面 或者是取回这个诈欺的金钱方面 还给被害人的方面 各项阻诈的工作 我们都做得非常彻底 但是确实诈欺犯罪仍然非常严重 我们是希望大家了解 而且大家要去识别这个诈欺 为期两天的课程 还邀请了网红许悦 指导学生如何拍摄短影片 让学子认识自媒体产业 因为这几年来我都是靠自己在网络上学习 如何剪辑 还有如何制作影片的 所以希望能透过我自己这几年来 然后自学的方式 来教导这些学生 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剪出影片 不需要用很复杂的剪辑软件 或者是电脑 只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剪出一个很好的影片 那也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告诉学生要怎么做 那这个活动主要是依据我们 廉政署所航班的一个 从联上剪的活动计划 那以往我们的推广这个廉政 这个廉解曾经的观念 是从我们这个小朋友做起 那今年我们特别把这个年龄层 往上提高到 这个高中的学龄层 还有我们大端的青年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是学生这个时间点 他们其实是建立他们人生观 价值观最重要的时刻 所以特别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这种活动 我们也得到很多同学的回想 那报名非常的踊跃 还有可以介绍自己 然后介绍学校 就让我们学习更多东西 还有比如说在这边有团队 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团队合作 然后学习一堆 大家共同制作一个东西出来 政青年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从小 就应该在我们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 就应该可以无所不在的 可以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 跟这样的一个知识里面 可以给我们的孩子 今天很开心 就是我们的联政署 跟基隆市政府 还有海科馆这边合作 研习课程中 还安排参观海科馆 认识海洋教育 透过寓教娱乐 让学子用正面的态度 去了解青年诚信的重要性 记者黄壽明基隆报导 基隆麦金路长哥1月前的路段 左转果菜市场 只限定时段禁止左转 但是7月1号科技直发以后 无论左转或回转都遭取缔 果菜市场摊商一戏间 就收到了数百张的罚单 整个炸锅 车来车往的基隆麦金路上 在长庚医院路口出现这两个标志 让民众看得五沙沙 有不少摊贩左转进入果菜市场 却在事后收到违规罚单 罚单上就写着 在社友禁止回转 标志路段回转 而从7月1号科技直发上路之后 这个路口 限定时段禁止左转 全时段禁止回转 短短10天内 就开出了600张罚单 他真的是欺诈 你说那人听点 那是左转你说回转 我说别人听点 你讲我们果菜市场 套大打一张做监 我都要砸了 对 我说别人听 你摆明要针对我们果菜市场 以前要到果菜市场 都会从长庚医院回转到前往 现在往果菜市场 限制时段外 都可以左转 但交通队认为 从长庚医院前路口 不管是从麦金路 往高速公路 或者往果菜市场 都属于回转 因此高发 经过我们会看之后交通署的解释是 在这个路口可以直接左转上果菜市场 本市迈进入长庚医院 这个科技执法的四法一亿 经过12号相关单位在现场 这个勘查 那有关于这个违规回转的部分 那交通署他有做说明 会再针对这个耗制做一个修正 那修正以后 我们交通队会统一 针对7月1号到 目前为止的 这个已经开出去的 举罚单600多件 再做一个重新的审查 做一个撤销 那现在也开始 针对这个违规回转的部分 也先停止执行举罚 经过会刊 警方允诺将争议罚单撤销 交通署也将针对耗制做修正 避免用路人频频哀罚 引发了争议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导 金融市书道会几日起 在金融美术馆301展厅 举办墨运香如故 会员记名家连展 展出140多件精选的书法作品 呈现书法艺术的多元风采 充满书法韵味的飘善舞 开启墨运香如故 连展序幕 由金融市书道会策展 140多件精选书法作品 内容涵盖 形 凯 草 力 转 及简薄等多种书体 呈现书法艺术的多元风采 这一次展出的作品 有140件左右 是我们金融书道会 以及民家们 提供个体的书法作品 其中还有木雕作品 我也邀请了几位 旅居在外县市都是佼佼者 基隆市的书法家 邀请他们回来参展 例如像小鱼 潘庆中 陈维德教授等等 这一次的展出 内容非常丰富 欢迎市民们能够播放到 基隆美术馆三楼来参观 放米炮 在基隆美术馆301整厅 登场的墨运香炉固展览 开幕式上贵宾云集 给予传承与创新的展览 极佳的肯定 今天我们这个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基隆市书道会2024的这个水墨 然后我们的书法大展 办在我们这个基隆市的美术馆 那我们知道书道会 其实有非常长久的一个历史 从蒋梦龙大师开始 一路到现在的陈立雪理事长 大力的在推动我们这个书法的这个传统文化 我们基隆市要接下来要提升我们的艺术量能 必须从基础小朋友开始做起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各位大师 老师 理事长大力的推动 然后常常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接触 我们这张书法的一个艺术 融入绘画 转科 设计感的书法作品 令人耳目一新 我觉得这一次基隆书道会的作品 感觉非常多元 它除了传统的书法的表现之外 另外还增加了很多不同的创作 有一些设计感 还有在上面用国画的方式 水墨的方式再去做表现 感觉整个非常的生动 而且多元 非常好的一次展览 基隆书道会是我们基隆最资深的会 那这次的展出有一百多幅 非常的多元 也有很多的创意 还有艺术性 值得大家来欣赏哦 每件作品 展现了书道会成员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创新 墨韵代表书法作品独特的魅力 而香如故 则隐喻了书法艺术悠久的传统 如同营露在文人雅士心间的淡淡书香 这档展览 即日起到7月21号止 欢迎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 共同见证这一文化瑰宝的传承与发展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这一文化 这一文化 既然没有名字 这小军 年转力 这一面 小甲 出口 出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优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依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 867 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尽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好除旧砖路整坪 基隆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阮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棋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更舒适 保障自己更安全 骑楼整坪 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妙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定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 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牵手牵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针对第三分局八肚分住所一名远警被车撞死亡的案件 引发因公死亡跟因公殉职的争议 金融市长谢国良特别召开记者会 表达市政府将努力为殉职的远警争取最高的抚恤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召开记者会 特别针对日前八肚派出所警员执勤时 被冲撞申故死亡之后 目前全序部跟警政署对抚恤认定的问题有疑虑 市长谢国良特别表达 将会为殉职远警争取最高的抚恤 这位年轻帅气的警员 是在八肚分住所执勤的时候 遭到的这个车辆所撞到最后不幸身亡 那他是在八肚分住所执勤的时候 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对于他没有办法 目前为止被认定所谓的因公训职 这样子的认定 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 我希望下周能够亲自拜访 我们警政署的署长 让他了解我们第一线的警察同仁 在执勤的时候所面临的风险 跟他们遇到的挑战 我们的计诊研警 这个警察是算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而且他们常常在为我们付出很多 尤其这个因公脂肪跟这因公性质 这个认定对差很多人 所以我们尤其市长 对照顾精神严谨 不止对照顾精神严谨 包括我们的血警这些疫情 民房 还有我们志工车 这种大队都很照顾 志工们是认为说 警政署的长官们 应该给我们的 罹难的严谨的家属们 给他们一定的保障 给他们一定的关怀 当然觉得这个保障不是只有这样子 还要给他们尊严 我觉得尊严很重要 因为在执勤的时候 就这样子天降横祸下来 这个是很多为人父母的 都没办法接受的 对不对 那我想我也不是说 他一定不会被重宽认定 但是我也知道警政署 还有权势部都有在做 积极的推动 那我们也表示感谢 那我们市政府也是希望能够 帮忙推一把 能够在这个远警的相关的 一个情况的认定 请警政署以及权势部 能够帮忙相关警员的这个家属 让他们在失去儿子的这个时刻 不要被这些 所谓的这些 没有实质意义的认定 让家属再次受到了无情的打击 希望大家来共襄政局 为我们这个八股书信警员 来敬畏一份之力 也非常谢谢市长 平常对我们基层的严谨 还有我们所有的邪情的 这些一警一销一交 志工这些的照顾 从目前社会实际的状况看来 警销人员真的是高风险的行业 到底该如何合情合理的从优辅恤 会直接影响到第一线人员的士气 跟社会的观感 值得中央单位加以重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